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连阿尔滨队出场的队员是董文元 1号江冲 其他的实名队员是2号杨博宇 3号赵和金 4号李学鹏 5号信鹏翔 9号瓦罗 10号陈涛 11号公查卡 20号台卡 22号于大宝 40号是于汉超 大连阿尔滨队的领队和主教练是李明 上海上岗队的领队和主教练是高红波 徐森堡 好 当然今天比赛的裁判员是李俊 第一助理裁判是马基第二助理裁判周广样 一丝官员夏军 裁判监督陈国强 比赛监督马勇 赛极新闻官 硬小锤 赛极杰套员是江冰 球门球 好 现在是大连阿尔滨队的门将张冲在开球门球 他们球放在小进区的边上 然后后退几步开大脚 长传起球到前面争高点 球奔瓦罗 瓦罗的升高是1米92 今天他在前面和乌塔卡是双践的 今天大连阿尔滨队呢 摆输的是442的下出阵型 等一会呢 结合比赛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乌塔卡的前面 在增强球的时候呢 那个球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谈谈能把比赛停下来 先高拿球 瓦罗 现在是瓦罗盛回来接应 给乌塔卡 转尖 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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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位是赵和静 这是大连阿尔滨队的四名后卫 我们现在看到退守的阵型当中啊 是开塔和陈涛都推在后面 那么左右边前位呢 左边是瑜汉涛 右边是瑜大宝 最后突然的是瓦罗和乌塔卡 看在移动当中又变阵了 又变形了 现在是开塔往前上 乌塔卡拿球 一对二突破 现在是瑜大宝把球拿下来 给乌塔卡 右边路 乌塔卡一对二 把球挑回来 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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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球捡天了 被上海上岗队队员把球拿到 直传往前 给上海上岗队的九号 是卡队大师啊 向前的意识非常的沉 上海上岗队的球左边路 然后赵和静顶在那里 又到湖顶了 把球传起来 危险啊 赵和静两步赶上前去 开始比赛 我们看到上海队的进攻势头 很胜 投球 上海上岗队的第二次射门 第一次投球射门 射销 啊 一次铲断 还太迷迪了啊 就是这个动作非常的硬朗啊 铲的比较狠 射门条很疼 大家慢动作 直接擦到射销的脚面 铲区里边的平衡是非常的近 把球转起来 5号进攻翔 要给2号阳波雨 给边 给一大宝 球做起来 今天在阿尔滨的赌场 来了很多热情的球迷 因为大连阿尔滨队呢 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是 两战接铺 输给了两支山东队 山东黄金和青岛 那这场比赛呢 是这个赛季大连阿尔滨队的第一个主场 所以观众朋友们非常期盼 在第一个主场能够 获得这个联赛的这个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另外大连阿尔滨队 这个阵营当中可以说是猛将如云啊 明星际际 所以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这也承受了大连球迷 大连观众的过程的期待 但这场比赛当中 同盟按照原来预定的设想 对原来能够努力军心 发挥自己的上红的水平 把这比赛坚决的拿下来 这个帐篷超过在大连的第一场合比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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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帐放出之后呢 今年最剩下大连二冰 一支表队 所以大连所有球迷 大连观众的期望都提起在这支大连主帝兵的身体 希望在这个赛季上能够一个好投赢 今年呢是出差一步性压惯 应该说大连是全国著名的足球之城 大连的观众非常的喜欢足球 大连的感觉也就是他们的喜欢足球 今天来展开的路上 他们的一个朋友在昨天晚上特意在晚上出现足球 因为是为了庆祝今天 把喜事带给大连二宾 希望今天能够在主场奏函 实际大连的足球呢 这些年来在中国足球 足球还是享有圣誉的 可以说是大连足球声名远播 好礼天下 不愧于利音 不愧于足球 那么有人会说呢 可能是这些年来大连足球做的投球 哇塞 上迷经典 大连足球这些年来为全国输入了很多的队员呢 但是也经历了很多的残巧的波折 所谓是木秀鱼林封闭推之 但是这些年过来之后呢 大连的足球依旧是严格传承 依旧是秀丽中华 所以呢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是也是怀着满腔的热情 带着无限的希望 来看这场比赛 希望大连二宾队 真的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 打出自己的视频水平 能够给大连广大的百姓和球迷一个满意的答件 交参应很满意的答件 哎哟 哇哈哈哈哈 船跑差了一点点啊 这球乌塔卡要拿一下 单刀啊 这单地扣关这球就有了 平乌塔卡转下了活儿啊 一对一就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这个跑的时候 就差了半个分位 蓝博的瞬间 啊啊 几个烧菜了 那我先塞 大连队的后卫 要小心对方的 能全的突破 江涛 我们拿到楼里 比赛尔军打了将近十分钟 现在大连二军队还没有射门 对方有两次射门 是一头一脚 好 尼汉潮拿球 走路 尼汉潮的速度呢 还没有冲起来 开坛 主角逢回桥开坛 主角逢往前压了一下 往前给 老罗 小球 身高一米九二 这是大连二冰队的高前锋 获得一个小球 肩膀砸了一下 如果打得很容易 小球 开小球的是陈涛 大连二冰队的第一个角球 正后点 还怕连迪了 任一球 进局里面进攻犯规 任一球 上海上岗队的门将 是严俊玲 身材很高 小伙子也很帅 进局里面开任一球 上场比赛十一分钟啊 看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对方两个阵胜门 上海上岗队的前场任一球 往回开 上海上岗队在后卫线上摆了两个外援 多于是一般 二十一二十五 看来对防守是非常的重视 海上岗队的球没有抢下 后场的阶外球 在中场 我们看到上海上岗队队的人 这个轻强呢 还是非常的积极 想脚下球呢 往往还能领先一点点 看边台的提 后场的阶外球 带领二宾 赵和静 给乌塔卡 对方啊 也是对乌塔卡严防死守啊 不让他拿到球 那连前面有一个一米九二的 这个身高 九号把罗的投球优势啊 现在 最起码的百度还没有出现 杨沐宇回敲 长距离的回敲 杨沐宇回敲球 再打回来 这球给的不好 好 把球拨在边上 赵和静 这感觉很凶啊 跟他起球 接了一样 投球 哇塞 这瓦罗的球 用自己的右肩把球扭起来 到脚下没有轻轻射门 现在上海上海队有名队员 躺在阵区里面 谁才看呢 明迪停止了 刚才占领二宾队 这是一个机会啊 哎哟 看看 走起来 对方电了一下 到瓦罗这 瓦罗用左肩把球收下来 瓦罗准备射门 对方的人墙是挡得很严实 再看一遍 起来 我走看这一点啊 啊 这球是平在左肩 瓦罗在对方的门 门前还是很隐蔽 这个铁球的动作 弧度很小 但是球呢 处理的很好 控制的线路 落点都不错 对方倒地的是老外 阿多 我给电阳的 呃一名主力队员 这个场面 然后到了边线这边来 阿多 这球恢复比赛 一大早晚就防备对方 比赛已经打完了 第一个15分钟 马上比分是0比0 大连二斤队的东西呢 渐渐的有所 看来瓦罗在前边的啊 这一段时间的发挥 还是不错的啊 只要这高点发挥了 应该说 对这个乌塔卡这一点的支持 就会很大 刚才把球拿住 再继续的边线和车杀住 再继续没有白线 其实乌队来右 我就觉得抢了 在中场应该说上海上岗队的这个 争抢还是比较低级主动 而且拿球比较多往前掉 找一大宝 能够放到这里的地方 先从看一个这一手啊 放到地方 看放归了吗 来 记得 于大宝和这个于汉超啊 这两个边前这个速度啊 现在是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尤其是于汉超的这边路的通过 现在他们感觉能够展现出他的十足的威力 而上海上港队呢 对大雷队的这些特点队员的趁劲 事先的工作做得非常劲 所以呢 在掀成一点的遏制 应该说这一点 控制的还是很好 下到底线了 让他回追 把球淡出了底线叫球 上海上港现在是两次射门 两个前场人一球 一个角度 开脚球队员是12号 门点 打到外边 上海上港完成了三次射门 但二斌呢 还没有射门 球队最好 在这四个球 他们的共产表现 陈涛上来主角 这球给到于汉超了 这对方呢 是从别的防守 比赛进行到18分钟 上海上港队门前的 一个不经意的推测 这球盘着大连队队员的身体 尤其张空啊 已经碰到这球了 进门了 零敌 大连二斌队 现在是落后于对手 第四次射门 18分钟 上海上港队 对手打进了 右脚的一脚 推射 朱登龙 在18分钟 为上海上港队 先打进一球 哈连队队的接外球 都出了边线 上海上海上海队坚持呃不断的进攻啊 不不不变的这个打左路终于在那边撕开了一个 创口把这个一滴盐呢揉进了三连二冰队的裂开的皮肤当中 这这疼痛呢 这很难忍的 但是忘记阵痛啊 振作起来 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 一定要最起码两球以上才能取胜这场比赛 这个现在优势啊 心里的天秤已经在清洁啊 开场拿球 开场往前走了 给他打 没有音位 哎呀 给他踩倒了 好 走 走 站到了于汉超大连二冰队后来点球二十分钟四十秒大连队后来点球 好 看他能够坐 别放车 好 这也犯规 二十五号 阿波绝对这是清洁犯规了 这也解决是 这也实际是太如其分的一解决 解决 二十 二十 二十分钟四十秒 二十分钟四十秒解决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这位的头号射手,乌塔卡主发简球 哇,乌塔卡是玩草子啊 这心里状态绝了 漂亮,乌塔卡楼 皮特乌塔卡 皮特乌塔卡,点身哦点抗 打进了大连二宾队的 这个第一个入球啊,这个赛季 漂亮,漂亮,漂亮 一比一追平了,这就是要追的快 对方是十八分,十秒进球 我们二十一分不到二十二分钟 把这个比分搬平 乌塔卡进球,一比一平 刚才对方的这个后卫啊,阿多 是用上身反规直接撞击 脚底倒是没有什么,就上面撞,撞倒了 裁判是当机的一段判,你可以点击 来打打球,挑,给宇焕超 好球 那宇焕超那个走步有一动作 比较2030 successfully 过场面一ерь 里面非常潇洒的站在场间 为动作好像到这个国标舞台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这个第一帅哥 依旧这么的打拖 历了 开场 这是瓦罗 瓦罗还能带球 漂亮 好球开场 走起来 传人后点 赶紧的忙 回车 观众开始飞起来 那连二冰队这几领分之后呢 这事情出了 阿多拿球 阿多刚才是送点给大林二冰队的队员 送给于汉超 那这球传的 他轻轻拿着这球还是手心掀了一下 华罗 身材很高 但脚底还有两下了 看 还能拿着球 嘴边 漂亮 快快进去上去了 谁 小吴 今天 脚底还有两下了 看 后面拿着球 嘴边 漂亮 快快进去上去了 谁 小吴 今天 有了 有了 乌大塔 红阳满 你第一番继续 看人家这也就脚底有点乱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 好 你来 这个不对啊 然后才踏上来的乌大宝 前面是乌塔卡丛 越位是往回跑 但肩膝还是举起来了 越位 这球还有 这个球加上前面那个 那是个机会 上半场能不能破大 这个比分啊 现在是二十五分钟了 看来上马机人 出脚很快 在进去外啊 用一个犯规的战术 送给对方一个 前场任意走 否则这个要再往下面走啊 又是逼近第一门住了 你看 只有犯规了 进去外的一个犯规 任意球 前场任意球 这是上海上港队的第三个 前场任意球了 这个离门很近 脚步也算可以啊 就不过再往下了 再往下以后 再往下再往下来 撤出清洋 再往下下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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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往下 再往下 好 好 好 原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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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球是新年一國總 我們在202年就更多 高球那個不明要 就在約會裡面也會開展202年級喔 给 从头上 正门 超三政府 第三角正门 所以要压得要低一点 这头 效果是正好一些 一大宝 对伊拉克的赌赛当中一大宝 因为中国国家队 在比较的最后一撤 打进了最上的一球 门前的转身的一球 保住 走进球门越下越 因此我们进入一球 现在是上海上岗队的门将 在开球门球 上半场的比赛 已经打了将近三十分钟 看大连二宾队 能不能抓紧时间 再入一球 守护塔卡 四个一 高位来 下火镜 压上去 转过来 抬塔 别往上前助攻 交给余汉超 这球没有靠度 没有奔左路去了 第一个地球是在左路的进攻 撕开了大连队右边的黄锁 回到后场 大连队退守得很快 四个后卫现在刚才站成一条直线 阿罗上抢的很凶 啊 不 哦 看连队 不跑来这球啊 回家来 看电了 一番 全场有个犯规 senhor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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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出一大宝,一左一右,双腿开门 地区里边,打了32分钟了 302冰队,应该说还是没有全部放开 这个速度没有打过,我们也觉得程度不够强 也是有点势在对方的上抢 觉得比较对方的肩领头 陈涛灌打前腰,现在位置比较靠后 我们看到开塔也在后面 现在开塔和陈涛都在后卫的前面一点点 似乎于开塔还回去 像前场啊,应该说瓦罗和乌塔卡呢很难接到战友们输送的炮弹 这个陈涛也好,台塔也罢 这个船头呢,往往输送不到这两名前风探将的脚架 哎呦,意识多强 陈涛超,走给乌塔卡 看来阿尔滨队的第二个脚架 这个脚架还用车号来看 好,桑火槽,稍然唱的 super Abraham 看她和乌塔卡咲咲谦 口咲谦 吸 incarcerated ate球 吸 Cold 超上面和这些 outside ,美国车都不应该! 冬阳下眼残入 冬阳冠军地球 还是乌塔卡 乌塔卡 2比1 地球打得漂亮 看能够做啊 看到位置在那 冠军当中啊 冬阳下眼儿 再看一遍这角度 乌塔卡位置看 提角非常快 近在紫水啊 乌塔卡 乌塔卡 一张近脸呢 跳到了 站开了一朵花 颜色呢 也很深 笑容呢 也很美 这个 镜头呢也很错 不错 现在2比 大连队现在应该是找到一点感觉了 把攻势加强啊 速度打起来 给我们一点好看的足球 这很强 这很强 你看上海香港队的定区里边这一点出发 确实很厉害 反正又给乌塔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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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员快速的退走啊 中国篮场啊 这一瞬间 这个大连阿尔滨队的后卫线 后卫这条线的正面啊 还要加强一点厚度啊 这弹性不够啊 对方往里冲 往往会形成一些威胁 而且撕开口子的几率还比较高 这主要是对方的前腰这一块 和前锋线配合 瞬间就形成一点 向前的强势的这个进攻事态 是 二民队现在是列阵防守 对方慢慢的摆脚 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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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上去 我所让对方稳稳的倒了 演奏 為什麼也有不忍和 您要不要其他警告 但莫迪 monit最后 也有机器 跟打排球差不多了 这点真快 自己打了 你挖着人往这边伸 好 上场来走 上队下节奏 回来 进队长 上场 还没有丢 没有丢了 再开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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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开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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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